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郭国边老迪哥 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 因为去年一年去处理了一点小小的失事 今年开春又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前段时间本来上个月三月份 我们就应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那个花乌龟各个品种 初春初眠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状况的 但是三月份到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反反复复 现在才刚刚听 然后从天气预报看的话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晴天 所以说现在在我们这里就属于是乌龟 应该算是彻底初眠的一个阶段吧 但是还有一些品种要到五月中旬 我们才能够全部彻彻底底的 就是进入夏天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活跃状态 那个刚刚前面有几个糖啊 那边有些草龟啊 有些西景东景之类的 但是都不多 因为去年没剩多少 可能有几只散的 我们都放在糖里面 暂时还没有清糖 就暂时不管它了 这边也是目前也没有清 像正常初眠之后 我们都要把这些草啊 正常的把它全部都处理掉 然后把糖里面要整一下 这边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几只小小的在旋里面动 往这里有一只爬在树上面 这边呢是我们那个最可爱的选手 小黄元的出眠情况 其实它们都已经醒了 是吧 按照草丛里面 草龟的话就简单了 草龟的话只剩大的 大的我们现在都停到这个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 都饿了 这边是几个新点压城的池子 这个上岸的 这个比较寒一点 正常来说早就跑掉了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新的两个新点总归的池子 因为去年改过之后啊 还没有给大家看过 大家看到的时候都天气比较冷了 他们都往水里面跑 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也是新点 这边欧子哥欧哥看不到 欧子哥的话 听到声音就跑了 这边还有好多新点 我应该也比较熟悉了哈 像中间的话 那个水 水区啊水塘啊 基本上都是水龟 然后 因为黄原它是需要路区的嘛 所以说 我们的黄原塘 熟悉的朋友都看得出来 是吧 就是沿边的一圈 全部都是黄原的池子 总归和亚犬 因为 因为沿着边的话 它可以 可以沾到一部分水区 然后大部分的路 陆地区域这样设计 然后这些 这些看上去比较污浊的一些糖 实际上 它是 那几个都是 蛋龟的 蛋龟的总龟糖 虎纹啊 剃刀啊 射箱啊这些 因为蛋龟平时不上岸的 它基本上都看不到 所以说 水池就是这样 看上去 看上去张实际上 它并没有很严重的污染啊 它就是自然的 再过一段时间 5月份我们就会 对这些糖啊 进行一些清理 目前来说到现在 就是那个天彻底晴了之后啊 4月份 基本上就是4月份 左右 天彻底晴了之后 进入5月份的高高温季节 这个就是一个乌龟粗棉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阶段性 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 哪一天呢 几月份呢 是吧 就几月几号啊 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 主要是根底天气来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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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